缺姐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大妈呢是很喜欢缺姐的 就想要认缺姐当干女儿 然后想让我认她们当干妈 那缺姐呢其实说句实话就对这个妈这个爹的这个概念是 是深呼痛觉得是非常厌恶的 非常抗拒的 缺姐的死爹给缺姐的这种所谓的父爱的体验 是非常非常低劣的 非常的龌龊 非常的恶心 非常的虚伪 而缺姐的亲妈呢 给缺姐的这个所谓的母爱的体验也是非常之遭 但是非常情绪化的 但是完全拿孩子当成她的出气筒 好一阵子就把你搂在怀里 甚至你都已经五六岁了还可以吃她的奶 甚至她把自己的这个胸部 就是衣服疗开 让你去吃她的奶 因为她得癌症了 她觉得她快死了 她想从你这里得到胃疾 真的蛮恶心 这叫他妈母爱 然后她这个 就跟她的肘里关系 肘里给她脸色看 因为什么呢 你明明有了解你不去住是吧 你非要赖在婆家来住 可不如肘里就来欺负你 你他妈得癌症你要死的人了 你就应该在你娘家等死就行 她非要跑到婆家去 结果肘里给她这个气烧 她就斗不过 要死的人她就斗不过人家 她就拿着把缺姐叫在她身边 在缺姐身上乱拧 你说这样的母爱给缺姐的 这个母爱的体验有多么的糟糕 缺姐在六岁就跟着她的尸体 躺在水泥的棺材里 缺姐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不就是一堆正在要腐败的肉而已吗 所以说呢缺姐对所谓的什么 长大以后 谁他妈想当我爹 想当我妈 我是非常之抗拒的 而且我也非常之抗拒 说要给别人当妈 就觉得非常恶心 就是恶心 就这俩子恶心 缺姐年轻的时候 那个去实习啊 然后到外面的一个地方 黑暗的一个地方 然后当地呢 这么一个熟儿的家的熟儿的妈呀 非要让缺姐当干女儿 那缺姐 说句实话 我真不需要你这么一个妈 因为什么呢 他妈我只要是 没有经常跟你联络 你就得说我这干女儿忘恩负义了 就得说我什么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是吧 说句实话 缺姐到他们家去 那可是拎着 他们几十斤的水果过去的 又是香蕉 又是橘子 又是芒果 又是荔枝 又是龙眼的 缺姐那都是成都路拎过去的 而且她家住五六楼 六楼还是七楼啊 那缺姐一个人拎上去了 然后她水果她根本就吃不掉 她还得分给她们的 她的那个大女儿什么的 让她那些什么外孙子 一起来分掉 她还有两个儿子 就这样的 我就吃你一顿饭 我他妈我给你拎几十斤水果 说几十话 我自己一个人去餐馆 我都花不掉这么多钱的 一个人去餐馆 我点个七八个菜 我都花不了这么多钱 我就是觉得 我不想占你这顿饭的便宜 缺姐从哪 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思维 尽管我那个时候 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年轻的 这么一个女孩 但我从来不占你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占你这点便宜 她们我这儿蹭你一顿饭吃 能对我他妈有什么好处吗 我能就此能翻身吗 然后我又不靠你解决 什么食俗问题 这所谓的生俗问题 还是得靠我自己来解决 我干嘛呢 是不是占你这点便宜呢 其实也从来不 就是你看这个人 年轻时 年轻时你就能看得出 这个人以后会不会有出息 会不会翻身 那缺姐年轻的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人告诉缺姐 说不要去占人便宜 但是缺姐就年轻时 就本能就这么做了 而且缺姐就是 当老师的时候 也从学生中 也能看得出 谁以后会有出息 谁以后不会有出息 那缺姐之前 在前几个视频提到 那个什么 山西太原下面小仙城的 那个女孩 她就很明显 她就喜欢占人便宜 就举个非常小的例子 那她跟缺姐去超市 缺姐呢 就是她想跟缺姐来吃饭 是吧 那行啊 我说我买食材什么的 缺姐呢 又买了葡萄 说句实话 真没必要 说你这样 你在超市里 偷着吃葡萄 你说你这么 一颗一颗的往嘴里塞 然后呢 缺姐尽管一撑的时候 是轻了 可以少付几毛钱 有必要吗 就这个女孩 说长挺漂亮的女孩 挺漂亮 挺 就看着挺清纯的女孩 你说你做这么 龌龊的这种事 那去 你看这女孩 她长大以后 就是她不可能翻身的 她不可能从这种 贫困阶层 她翻身的 因为她这个行为决定了 她的思维逻辑决定了 她的思维就是 我能占点便宜 就占点便宜 可是跟你身边 打交道的人来说 就包括你 泽友来说 你这点 你这个毛病 你这个思维的这个缺陷 你是瞒不了很久的 你肯定要包了 你喜欢占点小便宜 你占点小便宜 别人就对你 心生厌恶和鄙视 她自然而然 在大事上 她就要抛弃你 她就要背叛你 果不其然 她那男朋友 就是不想要她 你看啊 缺姐还认识一个 叫非常贫困 她是农村来的 甚至她都不是现场来的 是农村来的那女孩 跟缺姐算是老乡吧 长得有丑 但是呢 她就是那种 舍得把自己的 就是所有的钱 省出来的话 她甚至做勤工俭学 她就是要 拿着自己 非常微薄的那种 那种那种钱呢 去买 很贵重的 对她来说 是很贵重的 要那什么 就给缺姐 一箱子牛奶 猛牛牛奶 就给缺姐买了 那缺姐 是买了什么的 好像不是 猛牛牛奶 是另外的 其他学生送给缺姐 一箱猛牛奶 缺姐马上还给她 好像是 带了一盒 什么礼物都忘了 反正 对她来说 那算是 比较重的 这个礼物 那缺姐 就不想占她便宜 我知道她困难 我就赶紧把 这箱牛奶送给她 还给她 但是这女孩呢 就是她 对人的这种诚意 这种热情 你就知道 这女孩以后 长大会有出息 果不其然 人家不管是 择偶也好 还是择业也好 很多人 周围的人 都愿意帮她 就是那些 大哥 大姐们呢 大妈们呢 都愿意帮她 你看啊 她这个 毕了业以后 你说她一个普通二本的学历 她真的留不了上海 结果她就赶跑到上海去了 去幼儿园 当老师 因为她会 就是有点这种特长嘛 她就能当老师 然后当老师 她能留下 是吧 还能搞到户口 反正就是 肯定有很多人 在这个人际关系 她是搞得挺好的 她就显得比较仗义 比较大气 不是那种小家子 去要占人便宜 扣币拉缩的 像那个山西探员的 那个小县城 那女孩就扣臂拉缩的 你跟她上县城 她就送你一小片 你明明是大便 她就送你小片 其实小便都不够 就那小片 卫生纸那小片 怎么可能够呢 她们还不扣漏了 就这种扣臂拉缩 是非常让别人 就不想帮你 你知道吧 就能帮你 甚至我都要 给你使点半子 小细节上就能体现出这个人的思考 思考的这个陷阱 这个缺陷在哪 你这么思考 肯定别人不想帮你 你这么为人处事 是吧 你像还有一个女生 也是个农村的 她就显得很扣币拉缩 扣币拉缩的呢 还是合着 买了一个什么 一个卫生纸的 那个破毛绒 就地摊货 买的 三五块钱 买的 她让教育姐 给她介绍实习机会 确实 其实真不是看着她的礼物 给她介绍实习机会 就要是觉得 他妈你农村来的是吧 这么穷是吧 我能帮你就帮你 就要你来找我开一回口 你不找我开口 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帮你的 但是这女生 她就显得扣币拉缩 而且呢 就显得还特别自以为是 她有很多很多细节 她做的都不对 那却姐也没有计较她 有什么呢 我没必要跟你计较 是吧 我毕竟是老师嘛 这个女生呢 却姐明明都已经警告她了 我说你不能和 这个男同学 就另外一个班的 隔壁班的 他们俩一块去 被却姐接上那个单位 去实习 我说呢 你们俩千万别形成恋爱关系 你们俩只能说是一个小团队 一个小team 是吧 就姐弟关系比较好 或者说朋友关系 同学关系 互相帮衬 别在外面互相拆台 是吧 我说你们俩最好都能留下 你们俩作为一个小团体 小团伙 这样你们以小团伙的形式 你们在这个单位才能扎下根来 否则就你们一单打独斗 你们的个人力量是很弱小的 很容易被人排挤的 哎 这个女生 她就没听 她还是跟那个男生 她还要去告人家 那个男生是 是附近的一个小县城的 小县城的 那是看不起那个农村的 哎 她就非要告人家 你这个男生背后 跟缺姐说什么 就管他家的农村就好 还用英语说 你说这不傻逼吗 你就看他的思维 就是这些人的就说 这些学生呢 就是你接触起来 这些年轻人呢 就很多的事 就是你这个人 能不能翻身是吧 能够从你的这种 就是出场设置 就比较低的这种 出场设置 低配的 然后你能不能 从你的原生家庭也好 还从你的这种社会 还从你的金钱资源也好 你能不能翻身 就取决你一点一滴的 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 这非常之重要 那你那个女生 后来 她缺姐再问她 我就不想再帮她介绍了 她妈 我一看你做人 这不怎么样 是吧 我干嘛 我还要死去白脸帮你呢 像那个女生 就另外一个 跟确姐双手老乡那女生 确姐还愿意帮她 做人就比较大气嘛 就这种抠逼拉缩的 小心眼的 这种 只看在眼前和当下的这种 就是那种 把别人当成傻逼的 你是肯定走不久的 本来你资源就差 她妈你就是拿这些东西 这些资源来去讨好 去贿赂别人 你也没什么损失 因为你本身就光脚 都不怕穿鞋的 你也不可能靠这个 你就他妈穷了 是吧 你就让别人占点什么便宜 或者说你认为别人在这里边 其实不是的 这就是你做人的打气嘛 那确实年轻的时候 做人就是打气 给别人送什么礼物 从来没有特别扣臂拉缩的 从来都是大大方方的 那所以说人家就愿意接浆你 就愿意帮你 你不是那种扣臂拉缩的 你把别人当傻逼来糊弄的 然后你在操偶的时候 他肯定是有赏识你的人 肯定就是只要这个人品 人品不恶劣的 你他妈你还得有 识别渣男的这个眼力吗 那确实就很有意识的 要规避了就学霸型的这种NPD 学霸型的自恋性人格障碍 就确实哪怕谈了三年的网恋 也发现这个没有见面 直到今天没见面 这个男的还是有自恋性 这种有部分自恋性人格障碍 同时他还是个妈宝男 那确实就哪怕就是跟他谈了三年 25岁才跟他谈 谈到28岁 耽误了确实三年 但我还是很坚决的跟他分手 这就对我没好处的时候 我干嘛要做呢 就既然我跟你谈了三年浪费 三年时间是吧 但是呢 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 就是我既然做出了这个选择 我就要承担这个 被你浪费三年时间的这个后果 浪费了我的机会成本 没所谓是吧 肯定还有人赏识我 对吧 我是做人呢 做事啊什么的 我对自己是比较有自信的 做人呢 确实基本上到哪个单位 从来没占过人便宜 哪怕这个同事女同事 是非常小心样喜欢占便宜 就跑到这来 蹭吃蹭喝 你给他吃什么的 最后他就回你个十块钱的盒饭 大来远把你叫过去 回你十块钱盒饭 确实也不 之前的视频谈过啊 就跟这个女同事 那确实一看 你这女同事你肯定胆不大气 你肯定发不了声 他就是在这结果也找个抠宾男 穷宾男是吧 穷酸的一个 也是一个记者 他们俩就一直在这个租房子 在城市里租房子 也买不起房 天天就跟 缺姐都已经出国了 跟缺姐抱怨的时候 啊这个房东又来了 房租又涨了 然后他又失业了 他是整个部门就被砍掉了 他就在家里做家庭妇女 在导藤他那点书 本来他还比较妒忌缺姐 是顶替了 他们进那公司的时候 是顶替了 这是一个图书出版公司 顶替了他的 以前的那个文案线 宣传的这个职位 但是你说你写文章 你就是写不过我是吧 这他妈你 你有什么可妒忌的呢 你说你写 你缺姐一看他的文章写的 就他妈充满了孩子气 你他妈你就成年人 你就得像个成年人说话 你别他妈带着什么圣母表的 那种口气说话 一看他们就娇柔躁躁 就恶心 就是你 怎么说呢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女人呢不能太想女人 因为什么呢 女人是被这个男权社会 所塑造出来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 她是已经失去了 就是说所有大自然动物界的 母性的 就是母性动物的这种 动物性的本能 她就不真实 就是这种女性 都是为了迎合男性 所需要的那种需求 那种畸形 矮化女性的那种心理需求 那就不是真正的女性 什么是真正女性呢 既不男也不女 也不是多么男性 也不是女性 就是甚至可以说 是雌雄同体的 这才是你能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活得比较好的 比较通透的女性 比较吃得开的女性 你不要说我要学什么屌S 像那屌尚鬼那种 屌尚鬼肯定是会被反噬的 屌尚鬼肯定是吃不开的 对确确实非常肯定的 她的付出是绝对是 绝对是大水漂的 你包括她那对什么 对小屌子 对她那小屌子好像是 哎呦我把心扒给我的小屌子了 小屌子能回报她的非常之有心 甚至是恩将仇吧 那就等着我时间会证明一切 缺姐这期视频就说什么呢 我从小到大就也看了很多的人 看到很多案例了 只要你是为人比较大气的 哪怕是来自贫寒的家境啊 同样来自非常贫寒的家境 很多这种穷女孩 她表现出来的为人的处事 她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 为人大气的 性格爽朗的 舍得下血本去就是来回报别人的 这种人是容易翻身的 什么是翻不了身的呢 就是又他妈扣鼻拉缩 又他妈想占别人便宜 把别人当傻鼻来混弄的 是不可能翻身的 那缺姐的长这么大岁数 年近半百的 就缺姐看了这么多案例 你过了十几年几十年 你再这么一复盘 不叫复盘吗 就是说你再重新调查一下 他们现在的情况 能翻盘的都是当年缺姐 一发现就这个女孩 做事很大气的 哪怕她那么穷 她都舍得说买 花那么多钱 给缺姐买什么礼物的那种 就这种女孩才能翻身 就那种扣鼻拉缩的 还有占人小便宜 你说你在超市里 你说你真缺那几颗葡萄吃吗 你挂挂挂挂 你都捏着吃了 然后你他妈 你说你做这种 猥琐下流的事干嘛呢 你就吃他妈 这有什么爽的呢 这缺姐就觉得他妈可笑吗 但是呢 作为就是说 毕竟不是在课堂上 我缺姐也不是什么 封记检察员是吧 不好意思 就是说你也是成年人了 我跟你私下里 算是朋友关系吧 我也不好意思当面了 就说你 羞辱你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 就是我 这缺姐就是懒得管了 因为缺姐那时候 也想出国了 但是你回去这么一看 就当年能够翻盘的 能够过得好的 现在能过得好的 全是当年很大气的 很大方的 然后那种 扣鼻拉松的全是 还在那个社会底层 贫困线里正常 他没过好 就是你跟人的 人的 哪怕择偶他也择不好 有什么呢 男人他也看 你这个女人的品行 你这个女人 就是扣鼻拉松 想占便宜 你这种自私之类的性格 他妈你 你再怎么出逼 出一百回逼都不管用 你就等于被人白嫖了 可不就等于被人白嫖了 你说那女生 这是干嘛呢 是吧